传播妹类数被性侵 被性侵后遇到热心的问奖 真是帮了大忙 新北市一名蔡姓男子 2014年10月底 约朋友在摩铁开趴 蔡兰找了传播妹住信 但传播妹因故不想出席 蔡兰大意而不喝酒 只在旁边小房间聊天 传播妹才赴约 传播妹因前一天没睡太累 铁力不知睡着 蔡兰居然强托传播妹义库性侵 传播妹推开蔡兰后 连忙打电话叫认识的计程车司机来接她 并在车上哭诉被蔡兰性侵 问奖得知她被性侵 担心她没留下证物 于是要她打给蔡兰 她帮她露营 传播妹质问蔡兰 为什么没经过我同意就脱掉我内衣裤 蔡兰却顾左右而言她 我是不是一直问 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蔡兰挨告后 变成双方式性交易 但因她在录音中 没直接反驳传播妹 且传播妹指控始终一致 法官因此判蔡兰三年六月订阅 并且要赔二十五万 动新闻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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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